但是呢 除了我們自己戰略位置重要之外 在這次的這個美日共同生命裡面 當然就有特別提到 剛剛嘉楊老師講的是 所謂的高科技競爭 這一點當然少不了臺灣 講到高科技一定有臺灣的角色 所以說穿了啦 拜登也不能沒有臺灣 更何況我們的護國神山群 拜登擋不住的 還有我們現在還要繼續升級 真的升級要飛到宇宙去了 現在要走到5G跟6G的一個時代 等一下跟各位談談6G是什麼 但今天有個新聞非常重要 四架F16掛彈全武裝 從日本三澤基地一趟千里迢迢 飛了一千八百公里 繞到臺灣的一個南海 跟螺絲符號做了會合之後 做了演練 然後再沿地飛回去 先跟各位說這個奪稿缸 因為F16只能夠飛650公里 所以這當中總共空中加油 加油了四次 這當中為的是什麼 這我們下次讓嘉楊老師 來跟各位談 再來跟各位說 漢光演習真奇怪 我們最近有一個訊息 漢光演習要加入英文解說 你都臺灣人你在那邊英文解說幹嘛 所以到底來賓會是誰 這個我們再看下去 我們看到昨天那個好長的社交距離 這兩個總統也太怕了吧 怎麼站這麼遠 那當然台海南海釣魚台 同一個議題剛不是跟各位說了嗎 四臺F16滿載千里條條這樣繞了一圈 他們在做什麼 是不是在說做什麼戰術演練 在教誰 目前全亞洲最強F16中隊就在我們臺灣 然後再來呢其實談到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跟大家就有關係了 講氣候 講氣候大家無感啊 哎呦氣候干我什麼事 二氧化碳干我什麼事 但各位 臺灣現在中鋼的股東有102萬人 這些人哇喜滋滋 真的為什麼喜滋滋呢 中鋼什麼時候跟小標股一樣 宥晴你知道嗎 連我自己都嚇呆了 他從23塊標到38塊一個月 漲幅超過五成 好多人現在等著呢 之前說要賣 那很多人都說要賣 我就說不要賣嘛 你至少等他紀念品發完嘛 紀念品要發那麼可愛 發那隻臺灣小黑熊 但重點各位 單單一個氣候夥伴 什麼叫氣候夥伴呢 你要降低二氧化碳 那誰製造最多的二氧化碳呢 中國大陸做最多二氧化碳 所以你要減產 那你要減產你的鋼性又不夠 全世界又需要電動車 所以中鋼大家以為過去 你就去家裡啊 你就做鋼筋的啊 現在跟你說 我不是我是坐電動車裡面的引擎 他的電機馬達那顆電信是我做的 但再來這個5G 6G就好笑了 哦怎麼說 因為這是兩個老大出來談5G 6G 根本在我的意料之外 結果才剛談完而已哦 日媒今天就說了哦 美國會出資712億台幣 比日本出570億台幣來拼6G 為什麼是6G呢 對 談論到6G之前 等一下再來跟各位說 這個是最近全世界最開心的男人 雙喜臨門 他叫什麼呢 他叫馬斯克 他又贏貝佐斯啊 真開心 那為什麼雙喜臨門呢 現在談第一席哦 美國政府最近 他們把訪月專案把它給訂出來 全世界大家都來訂哦 三家搶標 哪三家 馬斯克搶標 貝佐斯搶標 俄羅斯也來搶標 好大家都來搶 搶吧 那就搶計畫做出來 proposal 做出來 結果誰拿到呢 馬斯克的SpaceX超刀 目前820億台幣 NASA要出資2024年要重返月球 所以第一席馬斯克拿到了 但第二席更重要 為什麼呢 這個820億是2024年遠在天邊 再來如果每天都能跟美國民眾要錢 那不是爽到翻了嗎 什麼呢 就是傳說中的6G 進入6G之前 先花一分鐘來跟各位談談6G是什麼 現在我們在家裡面 用4G用5G一樣 光先拉到家裡面來訊號拉開 你拉那個所謂的訊號 對不對 未來6G的一個時代 不用這麼麻煩 沒這麼麻煩啊 未來6G的時代是什麼呢 我來跟各位談談 那個目前美國的初估架構 美國的初估架構 就是你一個姓名 加上一個衛星天線 加上一個動力盒 就是你有拉電 你拉電很 加電也可以 發電機也可以 你有大型電池拉進來也行 也就是說過去在上網 你必須在家裡面上速率會比較好 你在外面的上網速率比較低 對不對 未來不會了 他會變高 那變高的過程當中呢 馬斯克他想贏啊 他多想贏呢 他直接說哦 我不要再發那種兩顆 兩百顆三百顆的太少了 我要一口氣拉往上拉 拉到多高呢 拉到一萬七 一萬七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了 這個數字沿路是往上走的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SpaceX的衛星發射的一個規劃 他未來希望到二零二七年 直接拉到一萬七千顆哦 但拉到一萬七千顆 中國現在也說啦 這個低軌道衛星既然這麼重要 低軌道衛星多重要你知道嗎 他除了民用之外 他可不可以軍用 可以啊 他也可以軍用啊 中國現在也要追啊 中國想一想也不太對耶 你們貝佐斯站馬斯克五照站五照 在那邊打來打去 我們中國不能夠在這個地方吃虧啊 他們最近也說他們也要發 但怎麼發不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技術目前是保留住的 那他想要贏 他就來臺灣找合作夥伴 我就剛剛不是跟各位說嗎 一個人民 一個飛 一個衛星天線加一個電源 那衛星天線 這個就重要了哦 本來定價是兩萬八千多塊 一個台幣 現在呢馬斯克說 沒關係我賠錢賣給你 賠錢賣 為什麼賠錢賣你知道嗎 搶市場啊 你是不是我先把貨先丟到你家 你用用習慣了 以後每個月是不是乖乖的時間就要繳錢 那是一定 那一定很聰明的咧 但各位做這個未來會是44MB到200MB 很多家裡面現在用100MB 去用的很開心了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同時可以看超過十台以上的電視 十個人都在用都還夠哦 六代通訊這個地方正式成型 但是呢我們就不用講其他的 我們不用說話好 我們單單講這個衛星天線 一萬四千塊買這個衛星天線買回去之後 然後呢你只要有把它插上電 家裡面就有光線可以用 出門露營可以用 小朋友出門開車移動 通通都可以用 各位 這個是未來時代的通訊 這個叫六G 可是這六G當中 我們臺灣在衛星天通訊的部分包括了聯發科包括了鴻海集團 包括了宏擊集團 起機包括台陽包括建案等等 我就講最簡單的衛星最重要的是什麼呢電流要強訊號要夠 後膜通訊版天線訊號我們目前臺灣都全部領先 如果馬斯克要一直笑下去的話 就要來臺灣找合作夥伴 各位單單去想一想 單單美國這些人買天線 然後呢未來其他的地方 很多落後的地方可能會跳過5G通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太貴 請各位記住喔 我衛星在天空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是不是什麼地方都有訊號 所以我只要拿到解法器之後 我所有的訊號都能用 所以到時候六代通訊的過程當中 那個已經不是國家的電力公司了 那個是強權的一個表現 可是強權的表現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你要有科技 第二個你要有拳頭 第三個你要有共規 你要有科技 有拳頭有共規 你就要站隊角色 目前臺灣未來能不能夠站隊角色 我認為我們在正確的方向上面 但是就過去來說 我們可能只能想到晶片 我們只想到醫療 但我們可能沒有想到 想不到在整個6G的世代 我們臺灣也是站在讓頭上 但是講到我們的這個護國深山群 當然最近外國媒體 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臺灣嚴重的這個乾旱問題 可能會影響了這個 我們半導體的這個產業